我们今天去的这一家 是我个人超喜欢的坐落在三藩市的神仙居酒屋 Chom 个人感觉非常适合小情侣们去约会 价格人均大概在70到90左右吧 唯一的缺点就是城里不太好停车 而且附近有点乱 店里只有五张小桌 似乎不能定位 只能排队 我们大概排了半个多小时就坐进来了 这家店的装潢也是很日本小店的风格 墙边摆的全是烧酒 他们家的水可能是泡了什么花茶的原因 全是粉粉嫩嫩的 店里很神奇地放了好多中国歌曲 先是上来了一些免费的小菜 依然一小份土豆泥 上面有很多黑胡椒和海苔粉 味道非常足 前菜就已经看出这家的诚意了 我平时很少点酒喝 但是看到了这家风格之后 大概率猜到他们家的鸡尾酒应该很符合我的口味 所以我也点了一杯 他们家酒也很有日本的特色 我点的这一杯还有一根哈密瓜雪糕 这种又加雪糕又加冰葡萄 就很戳我的喜好 好看又好喝 第一个前菜 Tutoro Sizzler 大家吃的时候可以稍微注意一点 因为它有一点烫 我第一口就烫到了自己的嘴 中间是Tutoro 旁边是像瓜子一样的坚果 第二个Black tofu 豆腐如豆腐乳一般软糯 上面的酱汁微咸 配上底下清淡的豆腐 味道非常有趣 他们家的串烧都很好吃 我最喜欢的是鸡皮 串烧旁边配有一个蛋液 但我并不是很喜欢蘸蛋吃 没有蛋液感觉会更有滋味 第三个算是他们家的招牌菜吧 Big Mac 从下到上一次是牛肉 Otoro 海胆和鱼子酱 味道非常的丰富 他们家海胆稍微有一点心 但是并不影响整体的味道 还是要给点个赞 下一个Selma Aburi 有很强的柚子酱的口感 味道非常的好 接下来是一个五色拌饭 里面有鱼子 Otoro 海胆和扇贝 还有一点鱼子酱 扫上一点酱油 挤上一点柠檬 然后把它搅匀 拿起一片海苔 底下放一些芥末 然后卷起刚刚搅拌均匀的饭 你要是问我它的味道有多惊艳 其实倒也还好 但是这几样东西配在一起 总归是不会难吃的 最后一道是一个乌冬面 我个人觉得味道有点奇怪 但是叶哥觉得非常好吃 好的那这一期就到这里了 下期见拜拜